正院拍攀酷碰券來刺激消費遊戲規則是使用行動支付 或是進勞卡到實體通路消費之後就可以享有七五折優惠 酷碰券使用行動支付得用在一般街邊店 而且不適用於網路購物 消費後折扣25% 目前規劃用在下一筆消費做折底 就是你消費我來折扣回饋 那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我們會來透過平台來協助 那每人每月那上線呢一千年 以行動支付來說 經濟部不排除沿用過去針對商圈推出的 你消費我回饋活動 極大行動支付廠商預期都會加入 長者則可選用進勞卡來協助 但酷碰券並不適用於經濟部判定 不受疫情影響的店家 也因此像是超商或是超市就不能打折 連鎖超市超商不在此波酷碰券折底範圍中 其餘實體店家 百貨 餐廳 速食店 飲料店等 只要能具備行動支付功能就通通能打折 我覺得它這一點好處是 給一般的那種中小企業或是店面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啦 對 受眾會補助到的會比較多 我覺得如果用在比如說像前年那種日常用品 就會蠻實用 你都是不適用 對啊 所以我覺得 使用性就沒有那麼高 酷碰券最快4月底至5月初將推出折扣細節 如果沒意外母親節檔期就能使用 預計施行3個月 經濟部放寬標準推有感折扣刺激民眾多消費 在城市李沛軒台報道